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0年9月23号星期三 今天的盘最后下跌了61点 今天我会帮你解盘 我要请你仔细的听 为什么我前两天不告诉你 原因就在这里 你再看这张司卡 你看看 9月18号礼拜五 我直接就告诉你 下周会大震荡 这天说来是多少 12875 12875 那我们先来回想一下 你看到王瞳的索码影音以后 你就知道礼拜一杀一刀 礼拜二也杀了一刀 那今天杀一刀是有点意外 但是呢 我今天必须帮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如果发现到礼拜一 礼拜二 这两天出来的利空 我再讲一遍 什么洗钱案 我也奉劝各位你们脑袋挂清楚一点 结果昨天消息也出来了 那种洗钱案是20年前的事情 我不懂拿那个干什么 那为什么会发布这种讯息 就是彤博社发布出来 让我们台湾的不明人士 不知情的专业台跟着炒作 一边起哄 然后恐吓散户 那你们都卖在底点 那我现在讲一遍 彭博社背后是谁 黑手啊 人家就是打这种战 让你们大家都恐慌 再说疫情 疫情 我第一妈有疫情 疫情 那疫情的话照来讲的话应该是 那个生医指数应该很棒啊 那为什么美国的NBI指数在破底啊 所以我讲了很多这种现实问题 讲给你听的嘛 我现在再讲一遍洗钱的问题给你听 洗钱只针对三种状况 第一种 与恐怖分子有来往 有金钱来往 恐怖组织有金钱来往 那个一定抓 第二个 贩毒一定抓 所以你看电影都看得到吗 你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些贩毒的毒贩 不管你哪一国的都一样了 他们的现金都放在哪里 放在他们老大的家里面的 是不是 没有人把现金放银行来 因为你现金放银行以后 就看就没有办法出来的嘛 那我现在讲的那样给你听 你应该很清楚的嘛 第三个是买卖军火 买卖军火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都是私底下买来买去的 那些都会抓 好了 我就讲嘛 这个我们现在市场上很多人 都是不懂啊 装懂 然后一直不断的恐吓你 那到昨天也是一样出来的一个消息 说摩台指新加坡摩台指11月份要停止交易 那摩台指停止交易 那个消息出来应该算是中性消息 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只针对外资 我们台湾很少能玩摩台指啊 连黑手都很少碰啊 也把它当利空 我不懂啊 这很奇怪啊 大家至少想好一点 那我今天为什么刚开始告诉你 下周会大震荡 对不对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三天 三天下沙完了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明天 礼拜四 礼拜五 两天风云再起 我直接先告诉你好了 不要是说我讲盘多多闪闪的不告诉你 那你现在知道王统为什么前两天不愿意解盘的原因的吧 因为我解盘以后 市场上很多人都会跟着看跟着听 然后就开始跟着乱传 所以就造成黑手操作上的困扰 今天我直接讲了 因为人家布局已经布完了 好了 我讲这样子你听得懂听得懂吧 好 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再帮你解释了 9月21号你看一下 下跌80点 亮说的漂亮 机会又来了 9月22号下跌149点 我告诉你大盘超跌快承接豪谷 是不是来 再看下去 今天9月23号9点16分 王统发的盘讯 大盘以上涨10点开出 今天盘是会开平 开平高会走高收红 盘中还会回撤小翻黑一下 结果盘中回撤的很厉害 那盘面各股表现 峰回要做多 今天还是亮说整理盘 结果我们要开始看这个大盘的走势 从这里走都是很正常 杀到这里为止应该是停住了 停住后这样拉 拉上去就正常 结果从这边又下来了 下来以后到这边又下来了 好 所以说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周选择权的结算 周选择权的结算呢 它今天又出现了一次多空双杀 所以今天我把你写了一个标题叫做这里 9月23号礼拜三 下跌61点 今天是周选的双八盘 今天可以告诉你你玩选择权不管是你玩多还是扣 不管你是买扣还是买扣 你两边都死 因为今天很多人去玩周选嘛 今天没有时间值嘛 给他赌一把 你不管怎么赌都是死 现在你们知道选择权的威力了吧 你以为选择权那么好玩呢 今天我解态先告诉你几个重点 你现在注意看了 我现在直接打个五给你看了 3008 大立光 收红刀 我们今天大盘跌了61点 在这里啊 大立光收红刀 6415 系列收红刀 5269 翔硕收红刀 5274 信华收黑 跌25块 25块他一档是五块钱 也不过跌的五档而已 好再看4966 普位收红刀 看到没有 好了 5000斤里面有4000斤收红 1000斤就小跌一点点 我再打一些歌舞给你看 你注意看看啊 再看2454 林发科 3661 4000KY 4968 立基 看到了没 3653 建策 这些个股都是我们之前都玩过的个股 3533 加折 看到没有 那王瞳现在打这些个股 我给你看的用于什么 我就告诉你 这些都是高价股 我先讲一个千金股 再讲一个高价股给你听 今天大盘跌了61点 我们的千金股不跌 涨 我们的高价股都领先出门涨 那剩下是跌什么 跌全值股嘛 所以全值股就把指数压下来了 但是今天你看得出来我们的高价股 我现在必须要注明解释一下 千金股叫超高价股 超高价 不是高价 高价股都是200以上 200到500中间都叫高价股 高价股都已经表态了 高价股从昨天就没有破底 今天已经开始异军突起 我随便打一挡给你看吧 你看看吧 来 加者是不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我随便打一线给你看就好了 再看3661好吧 看看他是不是 他根本没有下来过 就再上去了 所以我今天讲这些高价股给你听 意思就告诉你说 高价股往上动 就拉开了比价空间 这样子你后面的中高价股 才有办法跟上去 我刚才跟你说明了 200以上200到500都叫高价股 200以下的 甚至说100多块以下的 到80块的都叫中高价股 现在你们都清楚了吧 那80块以下是中价股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 大概的区分讲给你听 高价股一动是好事 拉大比价空间 你今天看王同解盘 我还告诉你啊 全台湾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事情的 然后每个人只会跟你讲 你看我的太阳能多厉害啊 你看我的那个多厉害啊 那个厉害有什么用啊 盘都看不懂还解什么 我都讲实话给你听的 所以今天呢你看一下啊 9月23号礼拜三 今天叫周选双八盘 对不对 再来 直接看今天答案 先答案给你看了啊 9月23号礼拜三 我只告诉你风雨在起 今天的低点 1.2548 今天的低点 1.2548 又是拖断低点 所以你们现在再把我的话筒 重新整理一下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是不是告诉你这个 看清楚 下周会大震荡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我们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三天都 回了 那礼拜四礼拜五 就干嘛 碰上去了 震荡幅度很大 这一个礼拜震荡幅度很大 顺便再告诉一句话 今天收盘 1.2583 对不对 你看到了吗 今天大盘收盘 1.2583 我顺便再告诉你一句话 1.2800很快就来了 今天王同巴黎甲盘 应该很清楚了吧 相当清楚了 对不对 刚刚高价股还漏了一档给你 漏两档给你 3443你看看 这个创意 高价股 看到没有 那这一档3691 这个不能算高价股 这个是我刚刚给你解释的 这个算是中高价股 都给你解释了 所以今天王同巴黎讲盘 应该很清楚了 再补你一点好了 今天你们在看盘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的盘中盘中 我们的电子旗都翻红的 到收盘后 我们的台子旗 电子旗 摩台旗都翻红的 够不够啊 够了 王同甲这么多 答案也告诉你了 明天风云再起 我不知道你还要什么 就是你希望我告诉你 明天高低点 那请你赶快跟上王同脚步 今天就把你挤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 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 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 104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